嗨 回来了 今天的vlog主题呢就是我的一个小周末 然后我想做的一个主题叫get back on track 原因是因为呢我觉得我最近的生活有点混乱 首先是我可能刚从国内回来然后找视察 然后上一次从国内回来也是找视察 主要是可能除了上学学习以外 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同时在发生的时候 我就会感觉自己的专注力和执行事情的能力 就会比较大幅度的降低 比如说我在做一件事情的专注 以前可能可以达到一个七八分 但现在可能三十分 就比如说我写功课的时候我的思绪就会很跳跃 或者是我写写在沙发上就跌沙发 我沙发很舒服但就很容易就是要睡着 或者说我觉得OK 反正后天才对我就明天再醒 我没办法很专注的做一件事情 然后我就觉得我需要就是调整一下我的 首先是调整我的心态 然后再来就是要如果能做一个vlog是可以督促我做一些我想做的事情的话 会感觉比较好 然后我就有跟我的朋友小巧聊这个事情 他就是说以他自己的学习经验的话 他读书尽量会在外面 就比如说图书馆或者是在咖啡厅学习 因为比如说在家里学习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有点困想睡一下 所以我就想说 虽然我家现在的氛围也挺温馨的 然后也待得很舒服 但是对于练琴这件事情来说也是我现在的状态 我觉得可能去琴房练琴更好 所以我就想说去我朋友的学校感受一下那个氛围 我可能会练得更专注就效率会更高一点 然后我也顺便想分享一些就是我自己平常做计划的一些方法 我就想要把这一些我认为好的方法 告诉那些可能有同样困扰的正在看视频的你们 所以今天的Vlog内容其实也没有太多什么特别的主题性很强的 说我要去记录什么样的生活就是很普通的一个节目 可以看出来最近圆润了一些 就会回到非工作状态的时候有点放纵 吃的有点多 所以我大概是从八月份瘦到就是我可能这两年比较瘦的一个情况 到现在我胖了大概有四到五公斤 所以我最近也就是稍微要 我不要说减肥吧 我觉得可能是吃的健康一点 好 Let's go 对我又长痘痘了 然后这是我可爱的痘痘贴 因为我就自从有了这个痘痘贴之后 我长痘心情都好了 因为我之前是一个长痘会觉得很很烦的人 因为首先很痛 再来就是会想他什么时候好 然后自从有了这个痘痘贴之后 我觉得嗯 长痘还挺开心的还挺期待长痘 因为我又买了黄色的黑色的 然后还有云朵的 所以 whatever 拜拜 我准备出发去NEC了 我跟和声说我说今天去他们学校练琴 大概练到晚上六七点这样子 主要是 NEC有一点古典的氛围 感觉 找到以前上学的感觉 而且Berkeley就是大家都很帅 把我的包拒成 因为我带了两本谱 然后一本ipad 然后 一个电脑 两个笔记本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带两个笔记本 带一本就好了 然后 一个补妆包 一瓶水 一个铅笔盒 准备这么重 然后 还得穿个外套 最近波士队已经开始冷了 嗯 他要戴什么 周五就不写功课了 周五就专注练琴 然后 周六周日写功课 把琴带上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到这边琴房的声音 就是 整条街 城市 不同乐器的 在练琴上 有声乐 然后小机器 我现在等完我将来接我 不知道他怎么来了口感 反正我是挺常来他们学校 因为他们有演出 或者是 什么我就会来看 对 嘴巴破洞好 嘴巴破洞啊 在摸吗 嗯 是的 练琴练的头发都炸了 你没有想过可能我头发平时就这样 可能今天 特别这样吗 我刚刚去宣布一下 因为我在练那个 第一月这样 哦 好慢 这边在背个字 这边在认真谈起 没有融占我任何吵到他们的机会 我说我在这边会吵到他们 我练完回家了 其实我没有练到我今天的那个 嗯 目标 但是我得回家 从三点练到现在 三点多吧 三点多到 现在 所以我晚上还得 吃完饭之后再补一补再继续练 然后我九点有一堂课 九点到十点半上课 所以 我现在准备点个外卖 更长的 会长出更多的 搞不清楚怎么写keyword 就写着写着就写着整个句 对 你会忍 但是如果你写的是一个一个词 你看到这个词你要讲一句话 你把这句话讲出来的过程当中是在practice 你的留意 嗯 我我上完课了 然后 现在是 十点四十二正好是1042 我 六点钟回来之后呢 我就 呃 点了外卖 然后因为阿姨来嘛 我就跟他们一起整理 就先 快递拆拆啊 然后什么的 然后 我还是不小心睡着了 我睡了半小时 嗯 还好 没多睡 因为要上课 我是八点钟的课 所以 七点多睡着了一下 现在 赶快把那个上课的笔记做一下 然后 再把下周要写的作业先列出来 列出来之后 我就再练会琴 我今天就差不多了 我在课上笔记做完了 然后我现在 弄一下我下周要教的功课 嗯 我弄完这些之后 我准备写一下明天的计划 明露天的一个计划 然后顺便跟你们分享一下 我写计划的一个习惯 通常呢我做计划就是 手机上 电脑上 会有 备忘录会有 呃我的笔记 然后 我也会用本子 那我的习惯的话是 就是针对不同的 我的需求做不一样的list 那我最常用到的三种list 一个就是morning routine的话就是 是跟健康比较相关的 比如说我的第一项morning routine就是 喝一大杯水 因为我很不爱喝水 所以我就会希望自己早上第一件事情睁眼之后可以先喝水 然后skincare 然后再来就是冥想 然后有一个optional的就是 依每天的情况去决定就是做有氧 然后再来就是to do list 就是每天的to do list 那基本上我也不是每天都能完成 但他就会提醒我 呃我现在的一个就是起床之后的一个 给自己的一个目标是什么 然后也会依就是最近的情况去做调整 比如说因为最近我开始吃中药 然后我爸也给我准备了一些就是那种益生菌 就是帮助有一些比较好的消化 所以我就有一来就是喝中药和吃保健品 所以其实这个morning routine就是有点像是去建立一个 我每天早上起来的一个习惯 那我基本上也不是每天都能完成 比如说我七天可能只能完成四天五天 有时候我早上起晚了 我早上早久的课 我根本没有时间 嗯十分钟打坐冥想什么的 所以就是还是依照一个情况去定 但是我会给自己一个这样的目标 那一个月下来可能我那个打勾勾的次数 我就知道说OK我可能有十天十五天没有完成 但是我其他的十几天是有完成的 那这就是我的morning routine 就是我睁眼之后我想要完成的事情 大概会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我平时的一个表格 就是morning routine已经算在最前面 就是我明天早上要完成的 那everyday task呢就是比如说我自己是很需要被提醒的点是什么 就有时候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会有点混乱 我会有点混乱 就是什么事情是我的就是第一名重要 比如说我今天可能上学从早九上到晚上六点 然后我可能还没练琴或还没写功课 但我朋友叫我出去吃饭 那这时候我是要跟他们出去吃饭呢 还是我应该先把我的everyday task完成 比如说我每天一定要练半小时的基本功 或者说我一定要先学完功课 就是我的everyday task永远是会提醒我什么事情是比较重要的 那我就会把这些事情完成了 那我其一段时间再去做一些休闲的娱乐等等 这个的话就会比较勤快的去修改 就是依照我可能这两个礼拜的几个情况 那我的to do list会分的比较细的原因是因为 我有不同的事情正在发生嘛 比如说我的第一栏就会是我自己的一些私人的事情 就比如说我有哪些事情没做 我这边写的是我上一班班级的 比如说我要累计我的那个航班的那个积分 然后有一些设计的一个方向 然后提醒我要交10月和11月的房租 就比较偏向自己的事情 然后我第二个category是我的plans 就是to do list里面我有什么就是plans我要完成 比如说我这个星期的schedule完成了没有 或者是我哪一些计划是要重新去做 就是我to do list里面是有一栏是就是做计划的to do list 我其实是一个比较糊涂的人 所以我很需要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告诉自己 我什么事情要完成什么事情没完成 就算我在很拖延很拖延的时候 我也必须得知道说我拖延的是哪些事情 就比如说大家可能都会买这种就是年曆吧 不是年曆这个叫什么可能就是这种计划本 然后这种一个月一个月带小格子小方格子的 但我自己的话我比较喜欢就是看横向的 然后我就会写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排版 就是我一个礼拜一个礼拜看的话 我就可以很清楚的列说ok那我就是从早上到晚上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篇 那可能下面这栏用不到 我从这边以下就是我的一个今天的to do 那有时候我也看心情有时候谁在备用路上 有时候就是我觉得这样子看写在纸上的话 会更清楚一点所以这就是我的一些方法 因为我觉得前两周可能我我我过得也有点混乱 因为各种到时差然后收邮件什么的经常漏啊 或者是看功课看漏了说还少交了一个什么功课 什么journal所以想说跟你们分享一下 然后就是如果你们有就是有兴趣或喜欢的话 我其实也可以拿ipad把我的这个template 就是我的我的方式我我写下来 然后可能截图给你们或者发在评论 嗯就类似像这样子你们就可以去填空 然后因为我从小是一个很爱做计划的人 但我不知道大家的习惯是什么 对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我明天的计划的话就是中午因为王轩也要继续要练琴 我想说我就跟着他混 他要中午去呢我得中午去 我其实目前没有什么别的计划 就是我知道Bob Dylan来波士顿了 然后他是今天明天和后天演出 我又在考虑要不要去看 但是我还没有决定好 除了看他演出之外 我也没有什么其他计划 就是变轻 我想想看我现在还有什么要做的 好吧好像还好 可以不着急现在做 我现在就是希望自己能早点睡 因为最近的时差关系也好 还是我本来的习惯熬夜 嗯 我基本上都早上才睡 就是四五点 那就跟你们说晚安了 我去洗漱睡觉 明天见 早安 我早上起来之后 就简单的洗漱一下 然后做我的morning routine 嗯 结果本来想说中午去NEC 但是何轩跟我说 NEC没有清房了 所以我今天决定在家练琴 因为如果我练到下午四五点 然后再出门再到清房 就是一点折腾 所以我就想说现在 来吃个橘子喝个中药 吃个保健瓶我就可以 开始练琴了 今天练琴计划 就是从头练到晚 因为昨天的进度有点不够 现在是晚上八点四十集 然后我刚吃了外卖 我今天点的麻辣烫 特别好吃 特别好吃 我刚刚在看剧 所以我没有录 我吃的是肥牛卷和 呃 藕片啊什么的 然后最重要的是 我第一次在麻辣烫里面 加那个芋头 巨好吃 就是它那个芋头融化了 然后在那个白饭里面 特别好吃 然后因为 嗯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小红书上面刷到过 那个芝麻辣烫减肥 然后我今天反正 因为我也点的是不辣的 就还挺清淡 我没加麻酱什么的 没蘸酱 然后我觉得还挺健康的 嗯但是我刚刚正好 在镜子里面看到了一下我自己 我觉得我真的是圆润了许多 所以我这个下额线都不见了 就反正看着挺开心的 挺喜庆的 但是 你看我笑起来 好吧 我休息到九点就继续去练 我想要再练三个小时左右吧 如果我能坚持的话 我披头散发了 我练完整了 感觉今天进度不太行 就是 没练到我要的那个进度 但是我尽力了 而且我腰很酸 所以我准备吃个中药 然后洗手睡觉 我本来今天还想写一下英文功课 但我根本就没力气了 我现在特别想吃一根冰淇淋 我冰箱里面有冰淇淋 我有这个 还有这个 这个是东东 他最喜欢吃的那个 口味是 peanut butter cookie 然后 他不是牛奶 他是那个almond milk 所以就是没有奶的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我前阵的去那个免英州玩的时候 去当地买的那个 冰淇淋 然后第一天我们吃的时候 就觉得很好吃 我我点了coffee口味 因为我就喜欢吃咖啡口味的冰淇淋 然后他们点了蓝莓 peach 这个是peach口味的 然后第二天我们因为觉得太好吃 然后又买了一大桶 就是那种店里卖的那种一大桶的那个桶装 然后他来就把它分装到这个保鲜盒里面 然后给了我一盒 我还没吃 说好要get back on track 所以我就忍住不死了 谢谢天使 好了那我继续说了 明天见